北海道的新千歲機場 嗨 我們來到了北海道的新千歲機場 那說到日本哪個地方最讓我們難忘呢 我跟Sonia都一致認為北海道絕對是很值得來的地方 因為他們一年世紀的景色都非常有特色 然後他們的食物呢我覺得也很好吃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來源都很乾淨 我們待會呢先去山井Outlet購物 晚上呢我們是住有溫泉的飯店 到時候呢也帶大家來看一下飯店怎麼樣 那我們就先去山井Outlet囉 Go Yeah 這邊是小樽 因為聽說小樽要下雪所以直接衝過來 來帶大家去吃點東西囉 Go 身為炸雞控我來幫大家鑑定看看 Go 我的餐點都來囉 我們點了超人氣半隻炸雞 每一口都吃得到滿滿的肉汁 但是雞肉偏鹹所以大家記得配一碗飯來吃喔 然後跟炸雞餃子 雞翅裡面包著韭菜餃子餡 味道普通CP值不高 然後跟糖洋雞定食 份量多而且使用的是雞腿肉吃起來非常的滑嫩 味道好CP值也高 酒 鹹 哇塞這樣 雪 一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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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雪 幾塊超大快的 我要講話了 超好吃的 要不是我跟阿波一人分一半 不然我真的吃不下 它的一塊炸雞是我們台灣的兩塊 而且超便宜的 我們點了三樣菜才2300多日幣了 超好吃 讚 耶 耶 耶 好 小村這裡呢有很多的那種玻璃工藝品店 幾年前我們有來過 然後框框那個時候來這裡的時候呢 有來這裡買一條那個手鍊 它是標榜著它有一些能量在裡面的石頭的手鍊 我剛不小心看到它現在還在 就是這一家 好我們邊走邊說 你們以為那條手鍊沒有故事嗎 那條手鍊的故事可精彩了 在我買的那條手鍊之後呢 發生了一些小生病 然後或者是那個時候我記得最嚴重還有出車禍 當然啦這個可能只是巧合 但是我想跟各位講的是 你們在這裡買東西有 特別是有那種能量 標榜有能量的東西的話 你們可能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種東西有時候 說不定跟你的那個磁場什麼的 不太合或怎麼樣 就比較 OK 對啦就是這樣子啦 只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我們來繼續帶大家 稍微逛一下這裡的玻璃工藝品店吧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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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吃就比夜耶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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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嗨 嗨 剛剛小樽呢 拍到一半突然沒電了 所以就這樣匆匆的結束 好沒關係 我們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第一天跟第二天住的飯店 這一間呢我覺得非常大推 它的地點是在李小鹿裡面 我當時是在日本的網站上面訂 我當時是在日本的網站上面訂 然後呢 我們是訂雙床房 可是你看 可以放了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的行李箱 然後它洗澡跟 側就是馬桶的地方也都是分開的 所以整個房間的空間非常的大 然後呢它還有公共設施 等一下帶大家去看 好 走 這個飲料吧呢 就是飯店提供2點到10點 2點到10點 然後是免費喝的 好 好 帶大家去看看 這都是免費的喔 再帶大家來去二樓 最厲害的地方 這邊是二樓的公共溫泉區 飯店他們就是免費可以讓我們 就是住的房客可以免費泡湯 然後有分男士跟女士都是裸湯 帶大家去看一下 欸這個不能進去看啊 它還有一個休息區也很讚喔 帶大家去看 泡完溫泉有免費的冰棒可以看 然後再去吃 因為裡面實在太多人了 所以呢就簡單 帶大家來介紹一下而已 就是飯店整個設施都很棒 有 價錢很便宜啊 我們是在日本的網站訂 然後雙床房一天才不到2000台幣 重點是還給了三張單人床 然後那個房間的空間超大 推薦給大家喔 如果來佳晃的話 一定要住這邊 這邊CP值很高 而且又好逛街 隔壁很多藥妝店 然後唐吉科的也在旁邊喔 讚 好囉 飯店介紹就到這邊囉 大家明天見 掰掰 嗨大家好 今天來帶大家來體驗很特別的活動喔 我們來到了大昭公園 來體驗冰上釣魚 先來介紹一下 它這邊呢非常方便 有一個他們的觀光案內所 如果你們呢 是直接從雜謊來到這邊的話呢 可以把行李直接寄放在這邊 一個大行李就是300日幣 超便宜 比機場內還便宜 對 而且沒有體積限制 對 沒有體積限制 反正他們是算建樹 所以呢 如果任何不懂的話 其實這邊都可以 拿一個地圖 可以諮詢 好 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去體驗囉 哦 我們一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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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託 好 好 要看 人生 今天只有我们一组哦 这个活动呢 是到下午两点半截止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的时间是一点半 有可能是因为已经到下午了 所以没什么人 就这样钓吧 钓鱼过程太好笑了 我们另外再出一集 大家拭目以待 抬开口味 我们今天住的是汤姿川的平城馆潮烧亭 然后它是传统的温床饭店 等一下就带大家去看看房间如何咯 Go Go 嗨 到了今天要住的饭店 平城馆潮烧亭 这边坐交通也很方便哦 直接从韩馆站搭公车 95号跟96号 然后直达就到饭店门口咯 好我们进去看看吧 Go 这是我们今天的房间 我们整理一下等一下就要吃晚餐咯 这就是我们的饭店的晚餐 是采自住室的 所以呢你看 总类应有尽有哦 好给大家看一下 很丰盛吧 跟大家讲一下啊 我们的饭店我是在阿狗达订的 那饭店的话我们的床是传统的日式榻榻米的饭店 然后它是含晚餐跟早餐是一碗4500台币 我是觉得蛮划算的 因为其实我们有住过北海道的其他间 起码都要五六千以上 可是这一间只要4500 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而且你从我们整个设备就是风景来看 整个海景整个一览无遗 真的超赞的 晚一点带大家去泡温泉咯 Go 嗯 你看它的表现 好吃吗 嗯 你再赢一个 马拉拍 好吃吗 好吃吗 嗯 我们刚泡完温泉 这事实上没有比吃了美食 再放松泡个温泉 还舒服了 这里的温泉我觉得它还不错 它就是那种比较清密点的那个泉水 所以你的皮肤会感觉比较温和 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个是多少 4500 嗯 含两餐嘛 对 我真的觉得很不错 我非常期待明天的早餐 然后它的房型也很大 然后重点是你一进去 你可以看到那个海景 我本来在那个做新干线的时候 我要在那边抢拍那个漂亮的画面 不用 你住这里就可以了 4500 我讲真的 你比台湾很多温泉饭店都还要划算 然后我跟你讲 通常会怎么判例一个温泉好不好 你去泡温泉的时候 你去看都是当地人在泡 哦 都是日本人在泡 还是说是有海景旅客在泡 你就知道这个温泉好不好 我刚去的时候都是那个日本人 对啊 刚去的时候都是那个日本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间应该算是 他们自己人也很喜欢的 好 那我们要去睡觉咯 晚安咯 阿婆 拜拜 啊 等一下有人要帮我们铺床对不对 对 好 我们赶快回去 有人要帮我们铺床了 好 拜拜 好 今天就接收到这咯 我们累了 明天见 晚安 大家千万 还是要带懂事一点的小孩出门 或是可以自己好好行走的 你看这个小子 全身 酸得稀巴烂 惨不忍睹 他这个样子有点讨人厌欸 你还爱他吗 有 但是还是爱他的 来吧 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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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